线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参加响应国际爱与和平乐系列论坛 全民开讲系列活动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建祥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主题是 谁能打败大魔王 我们知道在电影玩的虚拟世界当中 常常有大魔王这个角色 不管是我们小时候玩的玛丽欧 到最近很夯的健身游戏都有它的存在 游戏中的玩家要练就一身好本领 突破重重的关卡才能成功完成任务 在虚拟世界中打怪可以疏压得到成就感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替人民服务的行政机关 如果也存在着大魔王会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你会选择勇敢面对还是沉默默寻呢 在今天的活动开始之前 先邀请线上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这一部 和你我息息相关的影片 21年前和平清山大使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 造访华盛顿特区 21年之后为寻求正义与提高国际对其处境的认识 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的成员们再次回到华盛顿特区 太极门是一个心灵修行团体 在台湾和美国都设有道馆 他们确信这是1996年在民主的台湾 以逃漏税不识罪名起诉为手段的宗教信仰迫害 本案最终到了台湾的最高法院 2021年的夏天 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与平反1219行动联盟 通过参与实体活动与线上论坛 向国际社会说明他们的案件 在华盛顿特区平反1219行动联盟的成员 参与了为期三天的国际宗教自由高峰会 美国前无任所宗教信仰大使Sam Brown Beck 特别策划了这场高峰会 希望提升全球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视 并解决宗教歧视的问题 2007年台湾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 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尊基争法 但台湾国税局竟然不理会法院的判决 继续对太极门发出违法税单 2010年6月17日的立法院公听会上 台湾财政部公开同意在两个月内 终结太极门冤税案件 但却违背承诺 至今仍未解决 2020年8月21日 太极门修行圣地被违法拍卖并收归国有 我们要求是返回那些资金屋 台湾财政部公开 保护公司的财政部公开 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多位成员 到华府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前 安静举牌抗议 代表处的官员们出来了解状况 收下至萧美琴代表的澄清信 与两本关于案件的书 台湾政府仍然没有回应 平反一二一九行动联盟 时需透过线上论坛的方式 提高国际对这个案件的认识 今天活动很荣幸邀请到四位资深的太极门弟子 他们都是影片当中不愿意沉默的一群勇士 他们不畏惧国家暴力 历经了25个年头从青丝到白法 勇敢成为正义的化身 奋力接入公务人员不依法行政 践踏人权抢夺民产的真相 为了国家社会和下一代有更美好的将来 坚持要打败这个法税大魔王 首先邀请到海哥现身说法 和我们分享亲身经历 号称法税228的太极门冤错假案的过程 海哥你好 大家好 我的工作是从事自动化设备的开发制造 在程式设计的过程 逻辑思考上就需要很清晰 但因从小鼻子过敏的毛病很严重 常常精神不济到处去看医生 但始终是治标无法治本 长期的疲病也让我对自己没有信心 在民国81年经由同事的推荐 我进入太极门念工 透过气功的调理 渐渐的困扰我已久的鼻子过敏 因为免疫系统的增强 渐渐的好转 思细也比较清楚 让我越来越有勇气跟自信 对工作上帮助良多 民国85年12月19日 晚间新闻报导 太极门掌门人涉嫌诈欺养小鬼等 而后联系各种不实的报导 接踵而来 从没想过练气功养生的地方 会被新闻报导成一个妖魔化的地方 侯宽人检察官还发动前神检警 调数百人二枪实弹 搜索检台太极门盗管 侦查不公开变成侦查大公开 还亲上电视接受专访 变成那时候好像一切都是新闻说的算 密集的头条新闻不实报道 标题也越来越手动 家人同事的电话关切也一有所指 你们都被骗了等等之类的话 但想想会馆 我们已经来了好几年 大家都是下班后来这里练功 过敏性鼻炎也是透过练气功给击退 所以我们相信我的师父 并不是侯宽人检察官所陈述的 都是捏造出来的并非事实 当时在报导一面倒的状况 只能做的就是厂道会馆 刘继德当时只要有师兄姐出来讲话 便会遭到侯检察官的噁谈及搜索 当时台湾已解研数多年 竟还有如此白色恐怖的事情发生 太极门是气功武术门槛 是以弘扬中华国粹文化 促进世人身心灵健康为宗旨 并登记为中华武术总会 中华气功协会 台北市国术会团体会员 长期以来掌门人带领弟子参与国内外 三千多场的气功武术之公益文化展演 身后国内外各界遵从与赞扬 师父带弟子如同父子 教我们阴阳身心平衡之道 师母如同慈祥的妈妈一样 总是关心弟子有无好好练功 如此一个善良的气功修行团体 却要无端承受25年的税户验案 自古以来 弟子会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意 而进城的禁师礼 是中国的固有文化 民国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三审判决 借敬太极门无罪无欠税 就已清楚说明 然国税局且不依法行政 不理最高法院三审判决结结果 不理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指评了一个眼神办案的 检察官的不实起诉书 纠缠25年 违法开单 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不是要遵行租税法定原则 维持租税的公平正义吗 何宽人以假政纪假证人 而制造出来的假案 迫害台湾25年之久 行政机构跟着一错再错 多年来 太极们师兄姐都了解事实的真相 在师父要弟子用心用功用冷用和 冷下这一切 这过程也越来越多写者专家 甚至当时的成审法官 都站出来为正义发声 官员应该秉持两性 站在保护人民潜力的立场 依法行政 有错误应迹改正 期盼政府能够真正落实转型正义 付税人钱 防守公道正义 谢谢 谢谢海哥的分享 台湾一直以自由民主法治秩序 然而 立场发生在25年前的冤案 刑事法院已经确定无罪 无欠税 无违法 但是历经了四任总统 却依旧无法落幕 还给当事者清白 海哥提到 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不是要遵循 租税法定原则 维持租税的公平争议吗 这个大魔王 到底有什么能耐 接下来邀请云云姐来 细说太极门案件的来龙去脉 云云姐你好 主持人 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云云 因为健康状况的问题 透过弟弟推荐 进入了太极门拜师 练气养生 修改自己的信心 也学习在生活中 如何以快乐欢喜的态度 勇敢面对生命中的 种种挑战与考验 我很开心 生活在一个可以谈论 民族自由的年代 在看似民主进步的台湾 面对一个证据确凿 却争扰25年的太极门税务奖案 当司法已判决 无罪无税的太极门奖案 中区国税局 与行政执行署新族分署 竟然可以只手折天 掩耳盗林式的发出 执行拍卖的公文 公然做出违法违宪的拍卖程序 将太极门修行的圣地 强行收归国有 甚至人民一府五院的 陈情抗争 竟然撼动不了 贪婪官员的良心 也无法纠正 陈处 行政法院 徐武风黄淑林法官 违法违宪 未经查证 就做出枉法裁判 太极门在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三审判决确定 太极门无罪无欠税 并认定禁师礼是正宇 属免税所得 弟子互助代办 并非盈利贩售 太极门师徒还获得了 国家的冤逾赔偿 在107年7月26日 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认定 太极门市弃公武术修行门派 确认公告调查 禁师礼性质就是正宇 108年 国税局已经将 8082到85 五个年度的课税 与禁师礼相关的课税处分 全部更正为零 足以证明 同事证的81年度 是违法课税 汪法裁判 国税局 自当依税捐基争法第40条 规定 撤回执行 并撤销税单 行政执行署 一应 依行政执行法第9条 第三项但书 停止执行 行政执行署 具已违法拍卖 抢夺民产 乃严重违法侵害了人权 面对国税局如此的迫害 我也参与在街头 为了台湾人民的赴税人权 做出了法治教育 我们与台湾街头上来往的人们 交流着彼此法税的新观念 什么新观念呢 就是 人民一定要依法纳税 可是呢 政府课征 更应该要守法 依法来克税 我会持续陪伴学者 专家在街头开讲 让真相曝光 直到罔顾人民权益 违法违宪的贪婪恶官 受到应有的称处为止 对于侯宽人 一手主导 假造伪证 指控太极门 身为检警 调人员 知法犯法 一人之错 祸害全国 台湾有这样的司法人员 否定人权 藐视人性尊严的犯罪 加害人 以及不依证据 法律 行政的执行人员 做出假案 整数 迫害的行为 我们无从宽容 只有揪出来 让他们面对阳光 面对法律 才能避免 更多的人被害 期望台湾的执政团队 也能早日良心觉醒 爱民如子 一起实践 良心训言中 良心是民安国父的根本 以民为本 以法为规 政府 爱民 护民 依法行政 落实人权保障 彰显人权的价值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侯宽人 亦人之错 祸害全国 台湾有这样的检察官 否定人权 藐视人性尊严的犯罪加害者 以及不依法行政的公务人员 制造假案整肃 迫害的行为 我们无从宽容 只有揪出这样迫害国家法治 危害人民的大魔王 让他们面对阳光 面对法律制裁 才能避免更多人受害 接下来我们邀请东哥 他为了增进身体健康 而加入太极门练功 身心灵都获得了平衡 面对师们遭受污蔑 他以良心为出发点 呼吁政府要守法 错了要改过 不要因为一时的错误 造成优良的传统遭到毁灭 接下来我们邀请东哥 你好 我叫阿东 我在中年的时候 身心不健康 身体有肝功能不正常 心力不整的问题 很害怕自己的身体 影响到了家庭 总是中日昏昏暗暗不安 经由同事介绍入门练功 从此改变我的身心健康 我变得不要想再多 心环照 稳定的心性 让我全家充满了平安快乐 在练功以后 我可以感受到了 除了练身体 还可以修心 可以弃武读 不争功 不争明 还是平常心 面对 放下名利 我工作是三班制 白天有机会 参与打草与 帮助会馆 帮助自己 也是在帮助世人 就是有心 就能改变自己 多来会馆 多做自然 就会解除不业的心情 最近流行病毒 使人类 使人类违反自然 为了舒适的生活 产生大量的热射 做出违背良心的事 使大自然不平衡 进而影响到周遭人的生活 如何回归自然 心必修的课程 人可受到外在 及自己内在的原因 而产生错误的行为 要立刻还行 帮人做对的事 政府更要应该说 不要恶意侵害人权 在我练功三年后 就在85年12月19日 我检察官 带大批媒体检调人员 到太极门大事搜索 指控太极门 炸裁养小鬼 邪恶宗教团体 因而有轰动一时的 太极门养小鬼 但这一切只是 乌稀有的事 而太极门也经历了 十年 七个月 以2007年7月13日 台湾最高法院判决 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三审定宪 当时此案所被 还押的人员 前述或 愿意赔偿 然国税局却无视法院判决 还告诉我们说 法院收的不算数 并继续开出 违法的税单 成为万年不死税单 让我们堕入行政法院 司法轮回的永无临日 国税职仅凭不实的起诉书 没有实际调查首得性质 就开出违法税单 民团体 政府可以用工权力 耶税 但一般的团体受得了侵害吗 必定会灭亡 但太极门团结一新 传承了中华文化 从1999年起在西雅图海洋节将文化无国界传播到世界各国 到去年走过了101个国家 在国内双十国庆 十次受邀 八次参与 首到之处充满了活力快乐 并参与四大运 让中外人士称赞有加 这样的气功武术文化团体 政府应该重视不要毁灭 请政府尽快还我公道 归还太极门修道场所 谢谢东哥的呼吁 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以勇敢面对错误 立即改正 最后我们邀请到娟娟姐 为了保护下一代勇敢的阿嬷站上了街头 变身成为法税改革的推手 把大魔王伤害法治 危害人权的不法行径 一一揪出来公诸于世 大家好 我是娟娟 也是太极门弟子 在太极门念工27年 现已退休在家照顾两个小孙女 去年以前常常依小孙女到执行署 国税局凯盗参加法税增改革 良心救台湾的法税倡议活动 小孙女同愿同意的问 阿嬷 里面有坏人吗 我回答他 里面有大魔王假扮税官 检察官执行官 他们会违法抓人开单开税单拍卖别人的财产 我们站在这里要提醒他们不要做坏事 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竟然可以对国国税局执行署官员们大喊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们不能黑白来啊 回想退休前我在成衣公司上班负责进出口冲退税业务 因为进出口业务及冲退税案件都有及时要完成的时间压力 业务繁忙时常要加班或出差验货身体竟然出现高慌疼痛到呼吸困难 每年的中秋节过后一直到隔年的端午节是我的花病期 好友不仁推荐我到太极门 遵行鼓礼拜师入门念功 师父教我呼吸调我身心及生活的方法 师兄师姐相互鼓励 大家和乐融融就像大家庭一样 而我那高慌疼痛从念功后至今未曾再患过 太极门是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代代相传门里面只有师与徒 师徒如同父子师兄姐如同兄弟姐妹 但由侯宽人一手制造出来的太极门1219案件 民国85年12月19日 他带了大批媒体及鹤枪实弹的警察违法搜索太极门 也违法带走了我们的师父及大师兄 隔天报纸竟然报道说大师兄是总教练 太极门只有师徒两种身份 哪来的总教练啊 然从银行查扣的两本存折余额 只有台币61万 竟然可谎报给媒体 报道有31亿 还制造了400多篇假新闻给媒体报道 让太极门弟子受到社会极大的负面评论 有一天董事长秘书跟我说 娟娟你若是聚气去太极门念工 就不要来上班了 顿时觉得我被孤立了 说的是真话 却没人愿意听 但正义终于会降临 经过法院缜密查证 在2007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判决 太极门无罪无欠税 还太极门清白 然荒谬的是国税级未调查直接抄 饲料处给的不实捏造的假资料 对太极门课税 司法已判决确定 禁师理事正义性职 国税级2011年公告调查结果也是正义 以法院判决一样 就没有税的问题 然国税级说法院判了不算 竟然以法务部执行署 联手于2020年8月21日将太极门师徒修行 议定地违法拍卖 非法收归国有 缓冠监察院主动调查 侯宽人队侦办太极门案件 列出有八大违法 要求法务部从严究责益处 并确定起诉书以证据资料 存有汉格矛盾 据提起公诉 不符证据法则 98年监察院也认定国税级 有未厘清所得性质等七项重大违法 从太极门案件看到 真正违法 欧北来的是侯宽人和国税级 我夫妍政府相关的主管机关 对违法官员有除错机制 违法官员要改过自新 并归还违法拍卖 非法收归国有的 太极门师徒修行议定土地 谢谢大家的关心与支持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有个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 写了一首忏悔诗 实述德国的知识分子和牧师 如何屈服在纳粹党的势力 沉默地做事纳粹 肃清一群又一群的无辜者 相同的道理 如果我们继续对违法的官员 滥用公权力 危害无辜人民的行径 莫不关心 让这群大魔王们继续自以妄为 将会有更多无不的百姓遭殃 如果下回在街头上看到 身披黄背心 急声呼吁法税改革 为台湾人权努力的志工们 请给他们一个大大的微笑 一起加入他们的行列 沉默是最大的杀手 别让汉事再次发声 今天的活动到这边告一段落 欢迎大家将影片按赞 分享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让我们国家的将来更美好 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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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